字幕提供 好,我们现在叫秤 然后我们先尝一下上面 对吧 然后记得显示 这层上显示1.77 然后我们要调整它 调整点 然后我们第一步 把这个 按一下这个按钮 按一下 然后显示这个参数 按这个 上镜头 按一下 显示这个JAL 确定 然后上镜头 然后再 确定 然后 显示这个参数组 再确定 然后再 显示这个参数组 再确定 然后 再确定 然后 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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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是一百 我们用一百克两层的 然后再确定 然后它就显示 端琴值 我们就端琴值这么多 对吧 再确定 然后行到5开始然后 按到这个参数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把砝码放上去 我们要把砝码放上去 是吧 放上去 我们再撑 然后按 确定 然后那 只是不一样的 再按确定 然后 还是按确定 再确定 再确定 好 显示这个值以后 再校正了 等它再校正 等它校正 好 现在是校正完成了 还是是联开 联SCAE 是校正完成的 我们按退出 再按退出 现在一百克 那么我们现在是一百克的房码 一百克的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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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掉 拿掉 是吧 对不对 拿掉以后 我们就把这个放回去 这个这个 把这个放回去 我们就可以看到的 好 这个就是零了 对吧 我们就是 我们这个当然是称多 就是称多一样的 这个就变零了 但放这个称多的时候 它就是 它是一百克 一百七八克 是吧 现在就变零 变零了 变零了